針對所有的公共區域及宿舍消毒 慈濟科技大學全面防疫 量測體溫還規劃13間健康集中監測管理室 才藝人一室每間都有獨立衛浴 由學校免費送三餐到房間關照學生的健康 在從大陸回來或是中港澳回來的人員 都會進行14天的管理 也讓他們了解說需要已經做了這個萬全的準備 所以在整個心理監設上 可以達到一個不用太好的心態 在第一線校門口就做好體溫檢測 花蓮茨大附中積極透過防疫會議達成共識 針對還沒有辦法回到台灣的陸生 也天天卸上關懷制定應變措施 第一個關心他的身體 那麼第二個我們關心他的情緒狀態 把一些正確的一些有關於這樣的防疫的知識 醫學的知識傳播給他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他 在這段時間他要怎麼樣自學 也讓他可以在家裡可以很安心的一方面度過防疫期 那二方面不會讓他的學習不會中斷 從幼兒園到大學各校也落實前程祈禱 在懷疑的觀念中其實病毒的生態很重要 但是我們群眾或是人民的心態也很重要 也要建立很好的心態 也趁這個時間我們希望能夠 無論戴口罩 無論說消毒 如何來避免疫情的擴散 我想教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番 從教育導正觀念各校也持續盤點口罩 消毒水等庫存物資 借盛前程 全力防疫 大海新聞 現時尚溫國家 歡迎報導 比特地